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爸是雲林園長 他是農村出生 但我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福建省 因為有這個口音的關係 就是我祖父那邊的朋友 有一些朋友他們會問說 這個人敢是兩國的 其實我對 我到現在還是對這三個字很反感 因為我覺得 兩國的其實他本身就是 有一點排他性在 那一方面就是他會認為說 你不是純的台灣人 另一方面呢 我媽媽也會被因此 就是遭到間接的算小 而且講話 那個語氣呢 還會語賴草女 我覺得 內心不是很好受 雲林這邊是深綠的 所以我家當然就是很支持民進黨 小時候我非常支持台獨 對到小學都是這樣子 那個時候我其實 對我媽的身份非常的厭惡 到後來呢 我到國中就是開始慢慢的懂事了 我發現到 中國 之所以變成加統人 也是因為他採取這個專制 那我個人認為就是 對岸也應該要享有到我們 像我們台灣這樣子的一個民主跟自由 我的立場 從台獨變成了花童 對 就是中華民國統一中國 那我那個時候也對 我媽的這個身份 開始慢慢的接納 我個人認為 我過去其實有點太虧錢他 其實這整個環境呢 都有一點 對他非常的不友善 那我覺得這對他是不公平的 既然大家都在融入台灣這個大家庭裡面 那為什麼不能夠接納我們呢 如果可以的話 我認為 民族主義 大家應該要放下 那取而代之的是 要對於這塊土地的認同和關懷 我認為那才是最實際 對這個社會最友善最友好的 中華民族 中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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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曙ώ 中華人 中華人 感谢观看